如果时间一喝了 你请把这个视频来等你们的好友吧 OK 来看接下来啥呢 正够出了一个胖东来爆改超市 每天几万人打卡 那咱今儿化身互联罗嘴替 Let's go 一瞬间仿佛进入了迪士尼 整体的品类还是延续了胖东来的风格 强迫证人狂喜 那么产品到底够不够硬呢 包括我们今天小费273块钱 论价格我觉得 鸡不便宜不便宜 第一个什么普双卖鱼的中断 它这份33块钱 OK 欢迎来到欧迪的深夜测评时间 它整个食材还是比较新鲜的 而且真的是没有那么的甜腻 我早就继续吃 下一个 下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比较期待的 一大份炸鸡19块 这个是蜂蜜肩膜的 怎么说呢 你试不到这和炸鸡有益感 咱们尝一个甜辣口味的 这个人家酱油口味的 好吃吗 蜜蜜 好吃 炸鸡必冲啊 而且我觉得最好吃就是蜂蜜结果口味 下一个就是锅包柚 一打开是能喝呢 可有的醋香味 真的我觉得可以秒杀河南的任何一家锅包肉了 虽然这么长时间 但是它仍然很脆 它这份140多克 14块钱 OK 继续啊 烤鸭 一份33块钱 这两个有相当的肉还不价 为什么 它这一份是纯肉的这一份 哇 来点葱丝 咱们来试一下这样吃吃吧 嗯 好吃 吃了 OK 我要继续吃 下一个辣条味的香肠 一根是13块8 特别像麻辣香锅味的香肠 后面是淡淡的辣条味 嗯 这好好吃这个 我下面什么甜品时间 其实我不是一个非常爱吃甜品人啊 但为了你们今天我活着去了 我会后面前就要吃喝点菜 这个是胖冬买的月饼 这个是芋泥麻薯味的 你们也是买不到 阿姆这边随便拿随便挑 记不记记不记记不记 哇 咱们来浅尝一下 最后想要不爱吃月饼的人来说 还是真的好吃 它这表皮非常细腻 里面的馅根本就不甜 它还真非常扎实 嗯 我超爱吃肉酥 肉酥了一点 后面几天慢慢吃 我给下一个 红豆麻薯 嗯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芋泥的 红豆 它确实就要像我小时候吃月饼 我给两个人选那个 它这个是奥利奥鲜奶油风味木子蛋糕 一个十七块钱 作为一个从来不吃甜品人来说啊 它完全征服了我 我给现在尝尝闪的 打拼接下来吧 拜拜 就是做一道个月 或者说那我们家花的 帮你